大明的这场耻辱性的大败 已经成为了这两天朝野上最大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 前名将孙传廷对这次的点评 一向直信子的孙大将军 直言道大明这样瘦下去 恐怕连面子都不要了 你说兵部 兵部一件一件换多少个上手了 改过不了 换他不换药啊 人家温蟲管也有理由说的 我带着什么军啊 我带着编军啊 你这批什么人啊 你叫我带 就这么几个人 你红头头什么呢 还在大明党呢 他能带吗 带不了 他没一个能力你知道吧 再一下就说就说李志诚 女军说我爱说李志诚 李志诚说我爱说他在中 接下来没得说了 另一方面说 大明是要收复辽东最早的军 哎呦 谢天天地 我已经说了 北有建州 南有反贼 本身都两头做的 你能够保证在重泉十六年 或者重泉十七年 这样的关战决战 能生命吗 务实一点 我劝你们 把我们的冰身练好 把军队在里面去搞动 小毛带的蛮好的 你把它换去了干什么 你告诉我 把聊冬都丢了 你告诉我怎么解释呢 脸都不要 我怎么解释了 你你们有什么故事 我带你也有什么故事